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黄总 我要是你 我就同意追加十万块 为什么 企业办杂志 特别是一份有分量的杂志 可以提升企业的形象 万邦就办了一份 很有影响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 最终将是文化的竞争 接着说 说下去 其实 班企业就跟打仗一样 最忌讳别人抄后路 如果后院齐火 那还不军心大乱 不战自愧吗 区区十万块 买个根据地安宁 你说值不值 有道理 有道理呀 不过 如果 要想让我继续把这个包袱 背下去的话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 干什么干什么 离我远一点 上楼去喝吧 起来 不懂得什么叫男女受受不侵啊 小心我抱110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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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生气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生气 会使女人提前衰老 我 从嫁给你那天起 我就为老兴衰了 我有一个好办法 能够让你反老还童 我要是能反老还童 绝不跟你共 我要是同一波那十万块钱呢 就你 你不相信 谁不知道你是个守财奴啊 我黄金光是守财奴 我黄金光要是守财奴 就没有今天了 我什么都在乎 我就不在乎钱 财聚人散 财散人聚 这是规律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不许反悔啊 绝不反悔 但是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 行 你有什么条件说吧 老爸 你想过没有 你是著名的诗人 王海星呢 著名的记者 这叶海武 大律师 你们三个那可都是人才啊 可是你们都不是营销人才 而办杂志 最需要的就是营销人才 你要是想给我的杂志里掺沙子 那我宁肯不要 老爸 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 这怎么能叫掺沙子呢 这叫掺西洋参 大不还不上火 你老公我就想给你推荐一个 得力的营销人才 那我得见见人才说 放心吧 这个人保你满意 算了我爸 去去去去 洗澡去 好嘞 咧 您叫谁啊 你好 我找医社长 社长 有人找 谁啊 黄总让我替您调遣 坐吧 我叫杨菲菲 原来你就是杨菲菲啊 坐吧 我知道你 您太客气了 要说呢 我才是您的崇拜者 不会吧 据我所知 你可是商业奇才呀 现在 我再也不会老去 再也不怕丑陋地面对你 我丢掉美丽的帽子 和适成浅色花纹的风衣 亲爱的 你还能接受我吗 你瞧瞧人家 我都认识你这么多年了 我们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我连他的诗都背不下来呀 你还好意思 好意思提朋友 无论生活怎么变化 我们不能没有诗不是吗 说得太好了 您能给我签个名吗 这可是医社长第一次签名吧 处女签 那一定要签好 签好签得特别好 就签怎样 其实啊 这首诗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了 谢谢 不过 我也是领教过你顽强作风的 你几次三番地给黄金光打电话 终于撬开了士达的大门 行了吧你俩 别再互相吹捧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收拾你的营销策略 我是这么想的 怎么了 姐 我总觉得你 觉得什么呀 觉得那女疯子 整天疯疯癫癫的 不劳而获 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凭什么呀 社长 您还没走啊 太好了 这是销售单这个月的 您看一下 厉害呀 全都卖光了 看来是不太一样啊 坐吧 谢谢 我们三个女人忙了这么久 都不如你这几天的工作效率啊 社长 我不像你有一张好饭票 我什么都得靠自己 今天我把三处阵给办下来了 那可够快的 是黄总带我去办的 黄总这个人真的很不错 是啊 我这个老公 也实在是没有什么 其他的优点 那我先走了 来 来 大家喝一杯 好 来 我们这网络提出器的新发布会的事啊 我看就有劳各位了啊 不好意思 我们家领导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婆来电话 对不对啊 静一下 黄金光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都几点了 你又在哪儿喝呢 有几个好朋友 有几个好朋友 你放心吧 都是男的 老公 我病了 我不舒服 我头疼 肚子疼 腰疼 不会吧 先管了啊 不好意思啊 居然不打过来 黄金光 你居然不理我 老婆 我这真有个应酬 张剧场也在 要不然 我让我的秘书陪你去看看 医院治不了我的病 有那么严重吗 我心里有病 谁又惹你了 你 我 黄金光 你告诉我 你下午干什么去了 下午 下午我在办公室啊 好啊 你骗我 你想气死我呀 天地良心 谁骗你啊 我 对了对了 我下午出去了一趟 想骗我 你还差点火候 说 你下午干什么去了 我 我真出去了一趟 我替公司的人啊 去办赞助证去了 你又骗我是不是 我要骗你我就 怎样 我骗你我就天大无来哄 赞助证 你这辈子 除了跟我去办过结婚证 应该没有亲自去办过别的证吧 你别不信哪 我陪杨菲菲去的 她是华侨 是就光办了赞助证吗 没有干别的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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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啊 她 她可不是一般的雇员啊 哦 我说她也不是一般的雇员 你堂堂大老板大企业家 亲自陪你的小雇员去办证 你到底居心何在啊黄金光 你 你别不呼叫蛮缠行不行 她就不是一般的雇员 我告诉你 她可是你的营销副社长啊 我胡搅蛮缠 黄金光 你吃了豹子胆了 你敢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好了 挂了 韩总 你是怕老婆啊 搞得我们很没面子啊 这话说哪儿去了 我黄金光 什么时候怕过女人呢 来 来来来来 喝 好 好 好 喂 喂 敢挂我的电话 我的电话 不对啊 我明明听到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接电话 接电话 你接电话呀 不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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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光 你以为你不接我电话 我就找不到你是不是 别让我找到你 否则的话 你会死得很难看 不接电话 没有了 感谢 你看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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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吗呢 还不过来看看 你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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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怎么回事 我们要过去 这状况不就已经跑了 开车 小心点 干杯 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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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踏车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带你去医院看着忙 走吧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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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这是我的名片 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 万一要是有什么精神补偿 经济赔偿 你打给我律师也行 都可以找到我 我没事 真的没事 以后你开车小心点吧 是 是 是 我一定相信 我一次就长记性了 等等 等等 那这些钱你先拿着 万一你有用呢 拿 拿着 我不用 我真的不用 你拿着吧 来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你买点好吃的呀 你要不要我送你呀 你住在哪儿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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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吓死你 吓死你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出事啊 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黄金光 我吓死你了 不怪我 不怪我 散开了 咱们以后不开车了 以后 我再也不开车了 对对对 不开车了 以后啊 每天上下班 我接你 我送你 谁啊 进来 请进 社长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开车不小心 出了个小男孩 把你嫂子吓死我 你 黄总 我发现 你还真有点大男子主义 我大男子主义 我什么时候大男子主义了 不就是一个产品发布会吗 要实在没人 我替你去好了 你去不管用 张局长让我喝酒 都怪我 昨天多喝了两杯 那 是张局长重要 还是我们一社长重要啊 这还用说 当然是你嫂子重要了 还好 只是虚惊一场 要不然黄总 你去哪儿买后悔药 你不用跟他讲 跟他讲话 对牛弹琴 对了社长 你撞的那个小男孩 你还有印象吗 他说没什么事情 自己走掉了 有好多交通事故啊 当时被撞的人 身体是没有什么异样的 要过个一两天 哪里伤了痛了 才能显现出来的 菲菲啊 你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吧 你不知道你嫂子胆小啊 娃娃 你别哭了嘛 你想想 你有没有给他留个 什么联系方式 万一将来有什么赔偿 万一医药费啊 我们好及时去做嘛 也没事的 娃娃 要了 老爸 赔多少钱 有你老公我在呢 你怕什么 钱 钱 钱 你都知道钱 好 重要 别 overlook 社长 这件好看吗 给我们黄总买一件 他 他 他专行都是那个样子 幕侯而冠而已 你呢 是一个充满诗意 浪漫的人 而我们黄总呢 是个实用主义者 说实话 还带一点乡土气息 在我们外人看来 你们两个人就是南辕北辙 怎么啦 你随便逛逛 我还有事情 再通电话啊 打电话啊 你干什么去啊 这对本来就有缝隙的夫妻 就这样 被这个并不高明的阴谋牵引着 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 被人逛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社长 广州有一个书商答应给我们消一千份 你呀得好好地靠完靠完我 社长 怎么了 黄总又欺负你了 你读过白朗宁夫人的诗吗 读过 你就因为这个 你们这些读营销的 心都读应了 我每次读 都要伤感很久 至于吗 社长 全世界的面目 我想 忽然改变了 自从我第一次 在心灵上听到你的铺子 轻轻 轻轻 来到我的身旁 穿越我和死亡的边缘 那幽微的艰辛 那幽微的艰辛 站在那里的我 直到这一回 该倒下了 却不料 被爱救起 还交给一群生命的新歌 好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读了不读了 那晚上读到心里酸酸的 白朗宁夫人 下半身瘫痪 白朗宁 不但身心健康 还比她年轻六岁 她热烈地追求她 唤起了她青春的生命 和朝气 我觉得 真正的爱情 它就是超越年龄和财富的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你好 哦 黄总的电话 不接 我心情不好 黄总 我们社长 哦好的好的 黄总说 她一会儿再给你打 我们中华民族的女性 都应该读一读她的十四行 没那么严重 她们的爱情 才叫真正的爱情 超凡脱俗 超凡脱俗 穿越时空 脱离了低级趣味 女人 女人 如果在一生之中 能够遇到一次这样的爱情 就死而无憾了 就像她自己说的 我爱你 用我终生的呼吸 微笑和泪珠 假如 这是上帝的质疑 我死了 我会更加爱你 你这么说 对我们黄总太不公平了 她难道不比白老您优秀啊 好 优秀 你见过哪个优秀的男人 睡觉之前是不刷牙的 你又见过哪个优秀的男人 每天吃着大葱 喝着白酒 还满嘴脏话 天啊 优秀 这说明 我们黄总是性情中人啊 行了 你就别安慰我了 我觉得 我们黄总对你的好 一点也不比白老您 对她夫人的好逊色 她如果能够学到一点点皮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知道我在她心目当中是什么 是产品 就像是 另外的一个网络提速器 我的存在 不但证明了她可以征服金钱 还证明了她可以征服美丽的女诗人 她每天带着我去参加她的产品发布会 今天是这个发布会 明天是那个发布会 可是她从来都不体谅我自己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写的诗她从来都不读 我爱看的书她连碰都不不 我接 我接 喂 你好 是黄总 又是她 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她总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 影响别人的情绪知不知道 不接 黄总 我们社长她现在心情不好 好 我知道我知道 社长 今天是我们黄总的生日 你忘了吧 我们黄总对你有没有爱情是可以考验的 你不至于吧 今天毕竟是特殊的日子 考验就一定要在特殊的日子 不接 黄总 社长她 黄总让你听电话 不听 出车祸的那天 她为什么都不听我的电话呢 黄总 社长的心情 挂了 什么生日啊 就是她那群呼朋狗友们 找了一个吃喝玩乐的理由 你说那种场合 我去了干什么 男人嘛 这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你今天心情不好 晚上她一定会来接你的 她会吗 她会吗 我敢打赌她一定会 我跟那个广州的书商还约好了 你们的好戏我就不看了 我先走了 我走了 路上慢一点啊 花钱别太小气了 多少钱都给你报 好 谢谢啦 社长 谢谢啦 社长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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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是你订的蛋糕 我订的蛋糕 我没订吗 这是一位小姐帮你订的 小姐 是给黄先生订的吗 对 是的 现在你妈要 我老婆行啊 不来不来吧 还给我个惊喜 不愧是世人哪 真浪漫 今天是八号包房 黄先生四十岁生日 杨小姐祝他生日快乐 生意兴隆 黄总 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 是你 谢谢 谢谢 我的一个画家朋友说呀 娶什么人当老婆 不能娶女诗人 菲菲 你知道吗 女诗人的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做女精神病人 哈哈哈 在众人面前 管住自己的嘴 维护爱人的面子和尊严 最终也是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尊严 家丑不外样 你曾说过 我们一生相伴 真诚 真诚 两手向前 我们的爱 怎能随意放弃 你曾说过 我们相爱永远 付出轻益 两心相迎 一起相拥 春天的美丽 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握在我的手里 旋梨花丛中 看不见迷恋的你 用爱的翅膀 就像有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就在我的手里 你曾说过 我们一生相伴 真诚 两手向前 我们的爱 怎能随意放弃 你曾说过 我们相爱永远 付出轻益 两心相依 一起相拥 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握在我的手里 旋梨花丛中 看不见迷恋的你 用爱的翅膀 去享有 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握在我的手里 旋梨花丛中 看不见迷恋的你 用爱的翅膀 去享有 春天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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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来到我的手里 在我的手里 你把手里面